与林郑的反应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普遍认为这个是肯定不够 而且就是表现的是一种缓冰之计 是有这种离间抗议者 操纵民意这样的想法 所以民间的抗议的呼声还是很强烈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在最近过去24小时之内 还有一个年轻女子自杀 最后一句话说是香港加油 就反映了这样的这种心态 就是香港人在这个时候 他们宁愿用生命去抗争 这样的这种精神 会支持他们继续抗争下去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相信这个肯定还是会有很多新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香港 到月持续加入可能是 持续有新的方式 新的人加入进来 那么对于中共来讲 我相信他们这一次也是显示 比方说在深圳啊 有军队团击在那 然后在最近还很明显地在那换防啊等等 就是好像在显示军队和这个力量 那有很多人 中共自己的也在那个评论上 说军队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有些人当然很害怕 就是觉得香港会害怕出现 三十年前六四镇压的这种情况 当然对于中共这个政权 我们永远不能低估它的无耻残暴 如果到最后一瞬间 就是它的没有别的退路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来 看在我看来是比较低的 就是possible not likely 可能发生但是不大会发生的一种情况 这个我想主要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了 最根本的原因是香港本身 就是这个香港和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社会香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市民社会 这是一个现代的都市 就是它本身它的组织等等 这让中共用北京方式那种戒严 将来肯定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那这是这点很根本 就是香港人的这种团结 社会动员的能力 反抗的精神 让中共害怕 它尽管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七百万人的能表现出来的这种例类 是足以让中共退避的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香港人的抗争 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最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呢 其实是在中共那里面 就是对于中共来讲 香港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它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是不可以替代的 那很多人大陆的五毛脑残境上说 这个香港的GDP还不如深圳 但是这是不可比的 那上海的GDP比深圳比香港要高很多 我看到这没有意义 这并不能说它能够成为香港人 因为香港只所以成为香港 它是这个体系 它的市民 它的文化等很多方面 它的纺制 它的社会拥有的自由 它的透明这些 让全世界的投资者对它有信任 这一点是在大陆的这么一个城市 只要在共产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也做不到的 那我们看到中共最近想推出 在前一日推出一个什么 在深圳想搞一些特殊 大湾区 大湾区 对 更具体的一些就是深圳那里的一些特殊的优惠啊等等 就是 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好像想用那些来吸引香港人 但是这些表现的是中共的一种焦虑 就是但是归根结底 中共需要香港 而且它想控制 这对它来讲是一种等能 需要控制得越紧越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需要香港 所谓它的一个出气口 那么这一点 在它镇压之后 那香港就会彻底失去这个地位 这是它肯定是 它自己的权衡考虑 它肯定不愿意走上这一步 第三呢很重要的就是 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 那香港本身它就是一个国际城市 那香港有很多的英国公民 有很多的加拿大 那香港的它的这个贸易和金融的地位 比如说美国跟它有特殊的这个等于条款 那这些这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来讲 它就是无论是历史上还是法理上 都有很很大的这个原相 这一点是跟中国其他城市不一样 但跟北京也很不一样 所以我想这三年最后 就是镇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北京那样的那种镇压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但是这并不表示它不会想办法镇压 那么大家也一直在看 就是他们会用什么方式 那现在看来呢 就是很常见的也是 就是有一种制造分裂 最常见的就是 就是挑拨 比如说把它变成是香港内部 比方说白衣人和黑衣人的斗 然后有时候是比方说福建人和香港人的斗 很多人那些挑拨的是福建黑帮 在海外也是这样 这些脑残他就认为了香港人 就是跟他们自卫是中国人 这样的这种斗 他就是想用这种 用这种办法来混淆 就是真正就是一个为民主 香港民主的抗争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它要把它绕到一个纷争上面 对于抗争者来讲 这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个目标集中在香港和中国政府上 尽量的减少在其他方面的冲突 因为这是甚至包括警察 警察它只是一个工具 那么这一次有调查警察这些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但是警察本身它只是一个工具 它在背后是这样政府在决定 所以最终的目标我们是香港和中国政府 这个对于抗争者来讲就很重要 所以我想包括就是从镇压来讲也是用军队 可能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他们用黑警 用警察用各种这种暴力来恐吓 等于是看到非常惨烈的这种镇压 包括831在一个车站里围住围打 到现在呢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传说没有办法确定 没有办法调查 就是说有几个人被打死了 根本就是找不到确据 现在因为这种情况 香港出一种人心惶惶 那么从政府方面来讲 它是想制造这种恐惧 因为它让人们不敢上街 不敢再抗争 这是它可能能用的这种办法 在这个方面它还可以做很多 就是从警察和黑社会来打击抗争 那我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镇压的话 国际社会是否做出强烈的反应 来保护风口 当然美国的民间在这个事情上的表态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表现为普遍的从舆论上对香港的支持和理解 那么半年间的 比方说像议会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Mansi Pelosi 还有参议院还是共和党 Mitchell 他们都经常的访问支持香港 而且主张美国也必须很清楚的表示 就是和香港人民在一起 要互卫香港 这样这是民间的护手 那政府现在看来呢 就是川普可能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他经常在这个事情上是有一点含含糊糊 他有时候表示对香港支持 有时候也没有 但是我想最终呢 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那么如果出现真正的一种这样子的总统 他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民意还是会决定 美国在这个事情上能做什么 到现在